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严重的心脏病 身上也只有一块牌子 这些年也只有明镜这一个玩伴 她太需要这份情景了 小姐低调 不要用顾家的财富压人 但是我总觉得小姐去了关家会被欺负 小星开心最重要 若是被欺负了 我会白白地找回来 明镜 小星去关家了 一星期后就接他回来 什么 中心最早 明白 我将去 明镜哥 我是关家了 别担心 也别来找我 一周后见 算了 机票不用订了 安排一些礼物送到关家 再准备一下 明天的假面舞会 我会过去参加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谁呀 哦 你就是新来的佣人 去把那把垃圾处理一下 不是的 我是关心 你看 这关家丢失的女衣就是我 对了 我还有这个胎记 你看 这个名牌 我就是您的女儿 我回来了 当年那个女儿有严重的心脏病 早就活不成了 这穷酸的样子 是想额勤 哪来的骗了 见到关家门口放肆 滚出去 我不是骗子 滚出去 爸爸 我是关心 我来认亲的 是个人拿一个群情启事 就是说是我们关家的女儿啊 这群情启事是我安排人登的 陈家要与我们联姻 晓晓也争取到了 顾家舞会的邀请函 我才处置瞎撤 你想找回啊 我们那个扔掉的赔钱货 蠢蠢 这寻情只是个谎的 你管它是真的 是假的 这不正好吗 找一个不花钱的便宜女儿 让她替她叫陈家 才是老名英明 晓晓呢 前天说话 见得精通 就算他还不是顾家 你再以为上 真是富家子弟啊 哼哼 老婆听话 关家不会亏待你的 嗯 哎 把鞋脱了 不要把我们家地板引脏 我们家才没有脱一个拖鞋啊 想起来 就得不懂跪拳 我要把什么细菌带到家里来 是啊 他佣人也配坐沙发呀 他不是佣人 他现在是咱们关家 救来的女儿 你呀 还得叫他姐姐呢 他是来替你家里承受的 你呀 就你好像是弄会 真情 攀上 够家 哪来的土包子 也配做我姐姐 真是会 你 算了 我带了礼物 我来拿 妈 你看 这是我为你特意定存的化妆品 这那一大事特制的 一套有三百万的顶级黑暗精华 三百万 你这土包子真的是黄花张口就来啊 哎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微商产品 连个牌子都没有 买个过敏了怎么办 哎 我每年啊 要花几万块钱做本人 这什么三文产品啊 你敢拿给我 妈 这真的是真心大事特制的顶级黑暗精华 你这土包子真的是黄花张口就来啊 送给我们家保姆 保姆都不用 我倒要看看 你还捡了什么破浪回来 哎 不好意思 左手滑了 这是爷爷收藏的价值五千万的云代 寄我此品 爸妈 你们看 做个葱锅 随便捡个垃圾都能当宝贝 我们家卫生间的烧花瓶 都比这个精致 电品瓶子就算了 这一块橘子皮 在你们乡下都成宝贝了呀 这是五十年的紫金成品 还出了一千五百万的高价 我特意拿给我给帮他尝尝呢 哎呀 姐姐 怎么摔了 你也太不小心了吧 好了 起个地摊货 吵什么吵 真不懂规矩 还说谢谢 你要害了关家吗 我 顾家到 关老爷 关太太 这是我们顾家少爷 直接送给关家小姐的礼物 你说的是江城首富顾家 对对 江城多少人 赶着要嫁给顾少呢 可没听说过 他特意给男的女儿送礼物啊 江城首富顾家 只有一位少爷 顾明泽 我就说上次酒会 他就一直在注意我嘛 不是说不要透露我的身份吗 明泽哥怎么还送了礼物啊 是明泽哥他 明泽哥 你这个土包子 也看财经新闻啊 不过 他可不是你可以妄想的 少爷特意嘱咐 请小姐明日穿着这件 闽蓝大师致敬的礼服 戴上狐狸面具 参加舞会 走开 别弄脏了衣服 天啊 这顾少爷太贴心了吧 还特意送了礼服 张晓啊 妈就说你特别有本事 也不如妈妈这些年对你的栽培啊 有了顾少做女婿 那我们官家在江城就得横的走了 可是 您前两天不是才答应陈家联姻吗 这陈家道上这么多人 恐怕 答应两家联姻 但没说是哪个女儿 既然顾少看上了你 陈家 关心取驾 陈家 关心取驾 爸 你怎么能随便决定我的婚事 关心啊 那陈上呢 他也是一把人才 要不是小小 要嫁点顾少 怎么能轮得到你呢 陈上那风流神心 不学无术 这谁也不知 你们居然想把女儿坐在火坑里 你居然打我 他已是在乡下掩盖的 目无声掌 我国家的女儿 闭电话 听话就要逼我家人吗 我 我 没有神少 拿一个亿都管 关家早就早了 不然要学会感恩 父母子命 没说是言 不再一个家 都不得你 你这一举叫女儿卖 我们这样的父母 对吧 我们俩 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我手机被他拿走了 我手机被他拿走了 既然关家不认清静唯利是图 你就别怪我隐藏身份 你们高攀不起的顾驾 就是我的寇审 反省好了吗 乖乖听话 你还能嫁给陈上 陈上好歹也是江城世家鸡 若不是关家 你哪找这样的富二代 不服气啊 将冠军流浪的山姬 还会来想想当凤凰 也不看看自己穷酸的样子 什么都行 你是不穷酸 可关家人帮你当成厨厨里的商品 越来越挑选 今日卖给陈上 明日又卖给顾驾 哎呦你 哎呀 先生 我看你就是妒忌 我能嫁给顾明泽 也对 顾驾特意送礼物给我 你妒忌也正常 激动你 激动你 这现在已经塞进去了一个梦 你一个土包子懂什么 这是米兰高定的衣服 需要花大价钱 还要提前三个月预定 顾驾特如此贴心 才会帮我安排礼服 是挺贴心的 顾驾特知道你是个黄黑皮 还特意挑了这双粉丝的礼服 衬得你跟个黑炭似的 还有你这尺寸 我建议你先去抽屋尺寸 你 哎 你再动 这礼服可要公开了 够了 你一个土包子懂什么 我看你还是先关心 明月和陈上的见面吧 陈上 那样子明天的宴会会很精彩 那我也不着急离开了 这是家里新来的佣人 这身材 这背影 不错 我喜欢 拿捏来的小美人啊 让哥哥亲一下 放开我 真是个小辣椒啊 有这那齐用的床上都好 我亲一下 放开 啊疼 救命我放开我 救命我放开我 救命 救生 你干嘛 你笑 没事吧 这个箭居然敢打我 把阿玛把他打死 扔出去 这个扫把心 你怎么把你弟弟打成这个样子 老爷 关家 就那么一个毒苗 放开的狗东西 在家里面也敢打人 他救我吗 就废了我 你怎么不说呢 死不悔改 他是你弟弟 怎么能非得你 果然是这外边家 满嘴谎话 我家 把家法我拿出来 今天我会活活打死这个不孝女 就是 这穷三 我怎么可能会有兴趣 爸 妈 好好教训教训 你放心 爸妈不会放过他的 还不顾先生跟你弟弟接触 你今天敢动我 明日官家就会破产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让官市集团破产 你真以为你是顾家首付养的千金呢 就是小小 你明天去找一下顾明泽 问问他 他们俩是不是真的有个千金小姐啊 顾家确实是收养了一位千金 可那一位是真实寓意 怎么可能是他这种粗里粗气的村姑 保安顾家保安队早到 顾家保安队长怎么来了 臭小子 我为你得罪了顾家吧 我哪有 再说了顾少不是刚送完小小礼物吗 是来小小小的 我们先出去看看吧 别让他等急了 难道是爷爷不放心我 他人快找我 李队长 这次过来 是顾家跟我带什么话吗 老爷不放心 官小姐 让我过来看看 这保安队长 我怎么没见过 这不李队长啊 文立霄啊 上次咱们一喜欢就你忘了 听说你最近调职了呀 没想到我调到顾家了呀 啊 原来是新来的 难怪我没见过呢 官人少 好久不见 这么巧 早上去打宝剑 兄弟轻轻一下高伤啊 好说 不过我有任务在身 请问你为是官小姐 我就是官小姐 请问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我 土包子滚一边去 别给我丢人现眼 小姐电话不通 老爷担心小姐招待我过来看 不能打扰上 我只是过来确认一下 官小姐明天面具舞会能否参见 谢谢乎爷爷关心 明日舞会我一定到场 你看了小姐传道 走兄弟们 快点回去 这种眼瞎的队长 还和官吏销混在一起 回去就让爷爷开了他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小天舞会 我是顾明泽 接下来午上过 晚夜正式开始 文心啊 你会跟着我 别我家丢脸 一会儿 陈少也会和你见面 少讲话 别浪费你身上那件礼服 妈妈 我说从我走过来了 我前一遍就算好了 不然会占一遍 四遍都年纪真好 我上面又全是帅 你好好表现 要是 随着 你 要是 陈少 我在里面来了 这不是我美丽的未婚妻吗 我送你的礼服穿上去 果然是性感 哈哈哈哈 哎 我 怎么 你们官家 就是这种态度吗 不好意思 还不借陈少爷杯酒 陪你道歉 后来让关心替价 陈少知道会不会生气 到时候让关心穿着你的衣服 然后在酒里面放点料 陈少那个灰木灵的 他哪里把持得住 到时候生你煮成的熟饭 他怨不得谁 还是蛮厉害 不过你们当初不是已经把它扔掉了 不怕不知道 你敢看吗 不怕 他哪里叫我这个破亭素柜 我就不信 他不动心 喝 这就对了嘛 乖乖听话才讨人喜欢 怎么了 妈 我怎么头有眼语呢 不至于了呢 我扶你去楼上房间去休息一下啊 顾少 谢谢你的礼物 我很喜欢 是你收到这礼物 怎么回事 下人搞错了 关心到哪里啊 难道这不是顾少特意让人送到官家的吗 顾少 我们跳个舞吧 这礼物是被撑破了吧 高端的礼物被糟蹋了 真可惜啊 顾少 我 顾总 没有 不顾少 不顾大 你说 或者说 你 不顾少 你 我 那 我 我 是 谢谢顾少 全国官员 都是你 坏人警 小小 怎么回事啊 不是关心 在这里休息吗 妈 礼服被我冲破了 我在这里换衣服 没想到 身烧套 关夫人 是你自己 扶着关小小上 还暗示我 让我上来 你这不能赖我 误会 误会啊 误会 什么误会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官家 小狄猫换态死了 我跟你说 你们官家 已经收了 我一个亿当聘 我只不过 天天享受了一下 当丈夫的权利 不过 这关小小的 我也还挺滋忍 我可满意 你还敢打我 你反了天了 你今日不给我个交代 明日我上门 逃个说法 我没事 有事的是我 顾奶奶 你首先把我打一顿 然后顾少 你再冲下来 把我打一顿 最后我再被 关小小打了一巴掌 你看 我脸都成猪头了 我 小美人 我来了 你爸妈 已经把你交给了我 小乖乖走了 我爸 你敢打我 放了你 老子 你一定要干死你 你好好看清楚 我是谁 不 怎么是你 姑奶奶 我以后有误助 我不知道是你 你没事 你你让我缓缓 我没想到 他也会打你了 可能是念得太正 得嘞 遇见你这个姑奶奶 算我倒霉 我先走了 等一下 你要记得去关家 我知道你的事情 怎么回事 喜欢家 小习惯了 姑少肯定是觉得我糟了 不要我了 不 恰的相反 我看姑少对你紧张的样子 肯定是对你情根深重啊 你是不是说 我还有希望嫁给姑少 你只要满好的筹划 不愁找不住他的心 他们要我替嫁到全家 就给我下药 还好我走有一年 我顾家呵护长大的千金 他们关家居然如此对待 现在全灭了关家 不要 我要自己报仇 当年抛弃我 现在又想利用 他们造的罪 我要一点点往回去 对不起少爷 后面的车突然窜出来 撞了我们 顾少 我是晓晓 对不起啊 司机没注意 这车子撞了 你看 能车上聊聊吗 关心 这衣服 怎么和关心穿的一样 没礼貌 关家没有教你规矩 顾少 我我就耽误您一分钟 你看你又送我礼服 又救了我 这车子撞了 肯定是要赔偿的呀 您看 少爷 我刚看了一下 维修费至少五千万 什么 这上面有我的工作电话 果然还是要主动出击 不过 就在顾少旁边的女人是谁 哼 狐狸精 等我当上顾家太太 一定要让她好看 逆女 你还值得回来啊 逆女 你还值得回来啊 宴会结束了这么久 你去哪里了 你都拿了鬼混去了 我没有 妈妈先回来了 我只能走回来 追着到这个点了 你没去见其他人啊 你说谁啊 我就说顾少车上怎么会是这个想法呢 果然放弃成上是对的 送的礼服也不是先领高顶 到处装晒 都是你这件 有的时间还是想想怎么样关心区提价吧 今日按计划 已经撞了顾少的车 已经拿到联系方式了 就是据说 要五千万赔款 什么 千万 你这是要我命吗 那顾少 有没有让你赔呀 那都没有 那时候再联系 我们小小真的有本事啊 拿到了联系方式 改天 主动约顾少出来 妈妈教你一套方法呀 就不信 拿不下顾少 走 挑衣服去 一把纯少来 你也打扮一下 五千万 谁说不要赔了 区区一个亿就卖了你了 这五千万 我看你去哪里拿 关家什么时候 认了个女儿 我怎么不知道 哎哟 亲家母 来来来 请一请 快坐快坐 这个呀 是我们刚找回的女儿 她叫关亲 担不起这个亲家母 说吧 今天的事 如何解决 我也不是非得要关家的 这样吧 你们把那一个亿退回来 我就要不追求你们陷害我 陈少 你这就不对了 谁陷害你了 再说了 你叮咕了我们家小小的亲本 我们原本两家结亲 谈的是儿女亲家 并没有指定人 现在我们关心早回来了 我自没有扣死作弊的道理 你是要换人 你把我成家当什么了 顾家偏偏起了是我们小小 你去跟顾面这个抢人呢 你能去 我们关家自没有话说 这样吧 婚先不退 钱 可得是退一半 亲家 这送的彩礼 还能还回去吗 这订好的人 你们不是也换了吗 就五千万 如果退了 继续当亲家 如果我不退 我们陈家 也都是吃素的 千万 就五千万 顾奶奶 你怎么不让我退婚啊 陈家退婚 那关家不是要找买主卖女儿了 咱们老熟人 这样方便 这关家确实缺钱啊 招待人的 茶都用了这么次了 这茶不重要啊 又为啥只让他们退五千万呀 因为要留五千万 让关小小还给郭明泽 这卖女儿的一个 关家一分钱都必须拿 顾奶奶 你可真会算计人的 那我们俩的婚事呢 小的倒霉 那事情了结 那五千万 我会还给你的 知道了 小的都听明白 接下来就叫你明泽哥了 陈少走了 刚走 你现在呀 就要跟陈少好好培养感情 这么到时候 都能投资过来 小小啊 现在就看你够少的了 哎呀 他还没联系我呢 你不是有他联系方式吗 你还得主动点 你约他呀 你就说 哎 跟他商量 赔偿的事情 关小姐 顾少 我想与您谈一下 赔偿的事 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呢 明晚七点 黄巢KTV 对了 带上你的姐姐弟弟 一起来玩 顾少答应了见面 哎呀 那是好事啊 好准备准备 可是 他就说要带上 关心和立笑 顾少是 看中了顾家 看中了小小 所以单独约你 如果不能看见了 发回了你的名声 你原来是这样 那妈妈快帮我脱油衣服 我要打扮能美美的 好 趁现在多高兴一会吧 明天晚上 可就高兴不起来了 关少爷 关小姐 我们顾总 有些事情还没有过来 我安排各位先玩 顾总已经安排好了 顾总已经安排好了 回去 小姐 少爷您在包厂等 过来 李泽哥 你啊 小伙子还不知道回来看我 我要抱仇的嘛 你都不知道 那个关力下有多恶心 什么 他逗你了 这个畜生 我去宰了他 啊 没有 我的事实你还不知道啊 他那种 早就不用打他了 不过 你个 四生恶鬼 管不住自己的孤单 这标也啊 下手最 让他知道 关系消动的 他的女 没死 也得出半场 好戏 开始 关少爷 这是我们这里 可以为你送的酒 是送的酒啊 还是送的人 我只送酒 不配酒的 是啊 陪酒可命 送你 爸 关少爷 别高兴了 保证你 真的更多 你知道我的男人是谁吗 你要是敢动我 今晚你就躲不出去 我妈管他是谁 这两脑子干死 放开 放开 你都谁的女人呢 也不打听打听 你表演我 表演 我错了 这是个误会 误会 错了 不打 别别别 不恨打 住手 谁呀 不要 不打少爷 这么强 表演 处理事情 不过 这关少爷 是我国外的弟弟 给个面子 走 给面子 好 今天就卖你一个面子 但是这小子 别让我再看见他 看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走 多谢 雷小雷小你怎么样 真好 什么事 小文 开车带关小姐 关少爷 去音乐 你去 关键锹出事 你现在回去 关家给你更轻人 不用担心 正好我就有借口 给你关家了 早点回来 我的家 是你 没事吧 弟弟 你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别想看我笑话 滚 你是我弟弟 我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你这个扫把心啊 你让我关家 我们医生就出事情 这怎么怪我呢 因为是小小让我们 陪他们一起去的 你什么意思 难不成 还是我让他打的 医生不操 那医生他自己调解别人 难不怪别人 管了人 过去出去 好 我走 我走 找你不要回来 于是 小小 我把关经过最后人 为了关心 陈上的女婿家 是 小姐 老夫来迎你回家 这不是顾夫的管家吗 那个女的事情 怎么这么像关系 老爷啊 可想了 好 回家 去吧 关心那个乡霸佬 怎么可能会让 顾夫的管家过来接他 跑哪去 这个小姐 恭喜小姐回家 谢谢 建议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是不是被欺负了 要不 我也给你打回去 不要 我要自己还回去 好 你自己勇敢了 走 回家了 哈哈哈 关总 这是这几日 画廊的经营数据 本月增长了 10亿的营收 你说的很好 对了 再帮我做一个事 明白 我立刻去办 有一张故事寄过来的 吹杖涵 我带过来了 你看 吹杖涵 没有你东西 爸 你干嘛动手啊 自己看 你们两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 配钱我 这顾书怎么还让你赔修车钱啊 他上那约你 不都谈好了吗 那天我还没见到顾书 你早就被打了 他还能处理送我们去医院 我怎么会知道 他会找我们赔偿这笔钱呢 肯定有什么过关 你抓紧你别顾书 再跟他谈一下 你也搞定不了这五千万 你给我滚出去赔酒 我讲不想罪人 还有一件事 最近星田画廊 在招募城市合伙人 这个消息啊 在业内很轰动 关总 你看要不要争取合作 你说的是全国排名第一 年收入一千亿的 幕后有大金主的星田画廊 正是 那要出资多少 看是个一 现在的财务情况 你比谁都了解 咱们现在连三千万的流水都没有 你看要不要找陈少商量商量 关总 你今天来找我何事啊 对啊 关心呢 怎么不见他 啊 他跟他妈逛街去了 那到时候给他转点钱 多买点 说吧 什么事啊 知道 你有听说过 星田画廊 带到城市合伙人的事情吗 当然了 这么大的消息 不瞒你说啊 我最近啊 就在忙着上了 听说 故事也打算跟进 这里面的利润 大着呢 真有这么大利润 你不信我也得信故事吧 他们最近 调了一大笔资金 但是 听说这个星田的负责人 要看诚意和缘分 到时候花落谁家 就不知道咯 可 我们官司现在也拿不出 这么多钱呢 我们城市也拿不出啊 能拿得出这么一大笔子 估计只有故事了 您 掂量掂量 那我先走了 顾奶奶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做了 这戏 该坏人唱了 这一大笔子 你说我会不会太过分了 他们伤害你的时候 觉得你弱小可惜 对他们 不需要一点抗讯 嗯 那就让他们先上天堂 再下地狱 顾好 抱歉 杜总香水过敏 关小姐 还请立愿 我 哎呀 布总 哎呀 你怎么没呀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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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总 汪小姐 请坐 部长 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聊聊这款的事情 那如你跟我说了 我可以请 但是汪总 拿什么提案呢 汪市集团的一半的股份 如何 那不行啊 这一半的股份 我们汪市就倒了 只够你 送客 汪总 请 请 请 一半就一半 切合同 走 总裁 这小姐订的新暗时报报道了 好 我一会回去 快给她 部长的小姐真好 当然 木和珍珠 我还是分得起的 顾佳小姐不过是位女女 等我成为故事的主人 这些统统都是我的 关董 这是关市集团的何多意想 这关算林刚才的本性 还真是一点儿念力 走 我们去追过来 您不担心身份暴露吗 这眼瞎心芒的人 用不着 你不担心 你说这新年多大快啊 不可能一个多小时了还不管了 屁嘴 这样大忙人你能与我们见面 已经要赶上代价了 关心 你来做什么 快出去 别耽误我们和新年女士谈生意 闹 岂是不回家了 现在找到这来 你家里收拾 安 这 这 还要不走 让我叫保安吗 关小姐 知道你推的是谁 关是对隔头 我怕有不必请 关心难道你就是 是芯田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就是星田女士 我該活動線 嗯 我 沒事 不是你在裝什麼呢 我就說嘛 星田女士怎麼可能是你這個想法 還不趕緊給我滾出去 關心沒了 我不是星田 我是星田助理 你怎麼會是星田助理 這怎麼可能 你是在這裡星田女士嗎 不敢 只是關心是我的女兒 確實出逼不堪 我怕他耽誤了星田女士的事情 我看關總也沒什麼成意 要不請回答 不不不 周秉書再給我們關心一次結尾 關心 你把我說下去 周秉書 那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給他們一次機會吧 坐吧 關心的資料我們看了 很遺憾 不符合我們的預期 不能成為我們此次招募的合夥人 關心 你是故意的吧 為難關心你又有什麼好處 為了跟星田畫廊合作 關心的股份抵押一半 方案是否應該再上傳給星田女士那邊確認 關總 我們理解你們的心情 但是 每日想要跟星田畫廊合作的人 數不勝數 也包括故事集團和城市集團 您還覺得我們是在為難你們嗎 既然如此 那我們告辭了 等一下 雖然關心成為不了城市合夥人 但是關心的誠意 星田女士已經看到了 他讓我跟你們說幾個投資的消息 不知道關總感不感興趣 投資的消息怎麼肯給我們 那自然是關心在星田女士面前爭取的機會 關心大可忘記 不過到時候別後悔就行 關心任何方案的消息 現在才要放下對我呢 你不是都說了嗎 這關事倒了 對我也沒有好處啊 你們可以離開 只要不後悔就行 關市集團的存在 才對我們有好處 唯非作膽 真是狼一群著重 你說來聽聽 這些呢 都是星田畫廊的內部投資資料 你可以從一個一小數二開始投 三天內回覆我就行 走吧 總裁 這小姐訂的新二十包包到了 關心 你這是包包是從哪兒來的 不用送的 怎麼了 有問題 不會的 關心怎麼可能是顧家小姐 沒錢也不要學人家用高仿 不僅丟關家的臉 也丟星田女士的臉 小小 這怎麼可能是高仿 你是不是看錯了 這款包包全球限量只有三隻 國內只有一隻被顧雙丁 你這不是高仿是什麼 好了 關心都說是朋友送的東西了 以後亂七八糟的人就不要再聯繫了 對了 找個時間回家 你倆再表現你 關總 關總 發展利潤那麼高 為何要換個關事 關正林那個老狐狸 不給他給甜頭 怎麼可以走了你陷阱 關總 關正林打了電話 他兄弟跟著投資 好 這個你都放給他 是 喂 林子哥 準備好簽下 關是另一半 已經準備好了 再吃另一半 我今天晚上準備好關 注意安全 再吃到電話 好 爸媽我回來了 你還懂得回來呀 我還以為你死的外面了呢 掃把兇 還回來害大家嗎 呦 你這高房爸爸還背著呢 也不嫌丟人 等我閉嘴 一個個的米蟲 還想說關心 關心 來坐爸爸這邊 給爸爸好好講講 接下來星天畫廊 還要投資什麼相鋒 還真有一個相鋒 只不過這圖子有點大 負心更高 我是不太介意關是跟頭 這次賺了賞了一 一定要牢牢抓住了 要是利運高的話 我相信星天女士的眼光 不是看不上關家嗎 怎麼又跑回來了 這是我家 我回來有什麼不對的嗎 別以為當上個小助理 就有多了不起 這是被哪個老頭包養了吧 關小小就是眼瞎 你這個包 牛肉就是這麼小 你怎麼知道 這送小姑娘這麼多了 是不是 還想再對你 你幹嘛 啊 就你這樣的 還威脅我做夢 那麗香 你們坐吧 麗香 怎麼摔倒了 弟弟都這樣了 關心你還欺負他 爹爹他是自己摔倒的 爸爸 你也不相信我嗎 什麼吵 你們什麼都沒有看見 就怪起關心來了 麗香 你說 麗香 嗯 沒傷著嗎 啊 男人不想再斷一條胳膊 就是什麼 是我自己摔的 麗香 是不是快現在威脅你 說出來 媽媽替你收拾他 不 兄妹姐們不合 全是你挑不理解 都我過頭下 關心以後爸爸給你做主 誰要欺負你了 告訴媽媽 不知道的 還以為你是個慈愛的父親 可惜 我已經不會原來人了 是誰動了我的寶貝孫子 媽 您來了 你說關家認回了女兒 一回來就寄全不凝是嗎 奶奶 就是她 她一回來我就受傷 跪下 奶奶讓你跪下 聾了嗎 奶奶我 我讓你說話了嗎 咱們有點規矩 我不管你以前行為如何 進了我關家的門 就得守我的規矩 是 大點勝 欺負我老太太耳廢是嗎 是打你不敬長輩 都敢躲了 說你不敬長輩 沒有錯 來人 按著她 你別讓我無言不打我 女子本該安分守己 你一回來就搶消消的 未婚夫 還一笑斷了腿 還讓你爸在星天畫廊跟前 看你的臉色 把死你 都不過分 就是下午在星天畫廊那微風的樣子 連爸爸都不放在眼裡 打死他 看他還怎麼動手 我經理是老人 沒想到你是老遠婚 懷疑老外老 你看 這個賤人平時就有這樣囂張跋扈 淋壓歷史 從來都不把我們放在眼裡 放開 爸 你接著頭子還是我幫你要來的 你就看著他們這麼欺負我呀 你個小舅你能決定什麼 那是因為官室有實力 都是爸爸的面子 官室才能獲得清甜的清難 不行 好好給老太太道歉 架鼓你對我的不敬 我就既往不咎了 我沒做錯 憑什麼道歉 他們說的沒錯 好好一個家 被你一個人攪得極拳不寧 我不打你 你永遠不明白 你出在哪裡 你也這樣站著反省 哎呀 什麼了 平時沒吃過這麼貴的蘋果吧 你 你什麼 還不趕緊把利潮扶到房間裡面休息去 啊 你行嗎 你行 你是嗎 這個惡毒的女人 你還嚇死你弟弟啊 是誰要故意怕我們的 你還嘴硬 剛才在房間是不是故意把你弟弟推倒的 打死他 你曉得這個中央 若有閃事 你們怎麼向官家主動交代 誰敢動我未婚妻 其大家子欺負我未婚妻是嗎 陳少 雖然官城兩家 你有婚約 但是 這是官家的家務之事 不要擦手為好 我們把關心教育好了 等去了陳家 也能安穩的過日 全家人污蔑我 顛倒黑白 還說是為我好 這個家我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我們走 慢著 要走可以 以消的醫療費付一下 拿去看病 今天 謝謝你了 我的姑奶奶 你以後能不能不要自己去關家 要不是你事先通知我 我都趕不過去 今天 我是不是特別霸氣 兩萬塊錢是我剛取的 你記得給我報銷啊 行啊 我說你啊 你要是少喝點花酒 這錢不就夠用了 呦 要進去嗎 進去當服務生嗎 真是可笑 當你因為你是笑花 大家都是觀眾的 今天 一定要讓你注重 都是同學 最多我們請吧 佩佩 這家店不是你家開的嗎 一句話的事情 這故事飯店 佩佩家的 你還不知道吧 佩佩是顧家首富的養女 隱藏的這麼深 連我們都是最近才知道了 低調嘛 一直被人這麼八天 多不自白啊 你笑什麼 這是誰啊 我是他的 腳跟班 一個小混混啊 長得倒是人模狗樣的 要么 我們進去吃飯 坐著聊 不了 我司機來接我 他說什麼 司機嗎 公交車司機 關西 你經濟狀況不太好 我們都知道 你大學也沒上完 同學一場 我們不會笑話你的 就是 我們不能跟人家比 人家是首富千金 這顧佩別冒充我 是想幹什麼 小姐 你和朋友一起來用餐是嗎 鑽石包廂 一直為您留著 各位 裏面請 魚都放著魚 應該還是吃得清吧 大家跟我一起進來吧 走吧 今晚真是透露貝伯的福啊 請說的包卿費 就要十萬塊 哎呀 跟著顧大小姐吃飯 是否不用考慮廢話問題啊 今晚我們有澳洲大龍蝦 頂級喝牛 還有優質魚子醬 各位 要來點嗎 要不 咱們吃點清淡呢 最近一個大魚大肉吃多了 行不消化 我們意大利的白松露港道 很新鮮的 要不 來一刀 還有 上湯白菜也非常爽口的 這吃素總不會很貴吧 按照先生就用刀 好 哎 光潔 你現在是幹什麼工作啊 要不要 我讓輝輝給你介紹故事集團圈 故事大小姐 一句話 就頂別人少分二十年了 那看她會做什麼 故事 可能會有畏著 你說什麼呢 哟 你們這種窮人 本身沒有 提起到還是不小 不會吧 我不願拆穿你 但你不能得罪進尺 哎 還是讓當年的調情啊 不如 你求求我 讓我給你按大樓的指紋 念 念 念 世界的一個工作 數價八萬元 祝福哥祝福 啪啪啪 你們這飯店看人了 哎 這不是你家的飯店嗎 頂級白松露就是這 故事大小姐不聽到嗎 我當然知道 我堂堂故事下面有什麼正品沒有吃過 上樓白菜 果宴級別 出價十萬元 這就是一顆白菜 上樓白菜最重要的就是用一百零八種 重點兒吃的來吃 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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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幾月的菜 我終於吃到了 謝謝顧大小姐了 貝貝你去哪啊 我去一個洗手間 哎 等你回來喝酒啊 哎呀 要死了 不知道信用卡夠不夠付 鑽石關門費 記得掛起盆掌聲 還有 馬上有存在幾乎 送你去 是 哎呀 你回來了 菜都上齊了 不開心啊 關心啊 這應該是你吃過最貴的菜的吧 這裡隨便一到 都能在你家賺一年的了 謝謝啊 我家也沒這麼長 哎呦 這衣服都破成這樣 幾個穿的都比你好吧 要不我送你兩次啊 這就不用老闆你了 這是八米的拉菲 請隔壁品嘗 這才十幾花粉碗 哎呦 怎麼愧是顧家欣欣呢 哎 快給我們嚐嚐 來 又一來一碗 拿上門呢 等等 他們兩個 就不必了吧 反正他們也喝不懂 白為了狗 顧伯伯 你到底有完沒完 好 裝飾了 那你繼續裝 希望這段天價的晚餐 能好好享受 小姐 你這就足了 要不我派車送你 不用 包廂的錢 倒下全是 不配配 我都要看看 這一餐六位數的消費 你要如何承擔 小姐 你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我派了一個新人去接您 還是你 經常住的那輛鑽車 好 車來了 我們走吧 沛伯 這不是你家車嗎 車都到了 我們都喝了酒 酒後不能開車 郭大小姐 就麻煩你讓司機 送送我們呗 哎哎哎 你還要去飯店幹什麼呀 你不會看不起我們這些網同學吧 就是啊 讓我們摸車 好好擔心才行 這個 哎哎哎 物價小姐在這裡呢 小姐 管家讓我來接你 騎上車 怎麼回事 怎麼來了那麼慢 顧家的司機怎麼回事 你確定沒認錯 關心 你怎麼說話呢 你怎麼說話 以為你是顧家的守護千金呢 就是啊 自己家司機 我認出自己家小姐 有些人啊 就是嫉妒 算了 不要和這位相巴佬 耽誤時間了 你們走吧 等一下 你們賬還沒結 你們還沒結帳呢 總共消費88萬元 請問 怎麼付款 不是掛集團賬上嗎 怎麼還要付錢 因為我們家大小姐不在 所以 其他人消費還是要付 哎哎哎 佩佩不就是 顧大小姐嗎 司機接到您了嗎 沒呢 他認錯人了 什麼 你燒他 對不起對不起是我永遠無助 沒有認回你是大小姐 我該死我該死 不行你還叫你小姐 難不成你是顧家守護千金的 好啊 原來一直在騙我的 這麼明顯的 你們才看出來了 走吧 走 顧小姐 付款吧 手付千金了不起啊 給我抖著 哎 對不起 顧佩佩 顧佩佩 出去了呀 一個晚餐 花了88萬呀 這麼巧 沒事 我先走了 哎 你還在跑龍套嗎 幫我演一出戲舞 給錢就演 爽快 明天到星田畫廊等我 這要做什麼 你怎麼要告訴我 讓一個賤人在星田待不下去 等一下你就按我說的做 星田畫廊是我的兩號人都起背後 沒有人的反應 鬧出一個小小員工 你不是很擅長嗎 雖然不是你的親姐姐 但這樣活動才能做 我看 吃了鹹 你就辦事 不要把 哎 關心 這裡 你怎麼沒告訴我 關心是你姐姐 關家隨便認的女兒 再加上她一個小小處理的身子 有什麼可怕 安巧 你知道什麼事啊 是佩佩 你怎麼也在這呢 我演講花廊是佩佩 剛到家裡找你用資料 我不在 我就把她帶回來找你了 看樣子 大家都不知道她守護千金的身份 我也當成不知道的喜吧 關心 你前幾日發給我 新田畫廊的財務資料 還答應我要把下個季度的 投資方案發給我 收了我公司三十萬 怎麼 現在是不敢從對決承諾了 我是不是不該帶她來公司啊 這樣 就不該當你的財務 你說我收了你三十萬 有你資料 你也搞錯 你說作為新田畫廊的處理 可能你拿到親密責任 我才把錢給你的 然後你給你 上去 好吧 萬熙 騙錢 你就告訴我嘛 我可以給你 但是 出賣公司 這可使不得呀 你的證據呢 證據 我有 你拿出來 這是你給我的財務資料 還有我給你們轉生鏡頭聊天紀錄 現在我看你還怎麼狡辯 笑了 這整備的倒是挺齊全的嘛 不過 這屁股也就分分進去 姐姐 做錯事 我們打證就可以了 千萬別再執迷不誤一錯再錯了 回了你的名聲 我就不信新田還在用 前幾日 我好像確實給我一眼畫了 終於承認了 認可錯 再上個環物 我就不追究了 姐姐 認可錯 這事兒已經過去了 人家維養畫了 你就不追究了 那你去我 這三十萬塊 關西 我這是在幫你 你別得寸進食 我們公安室 和新田畫廊還有合作 做我就就行 說不定你的合作還有保住 快點 再說了 公司不能保住 我們維養畫了 不追究了 誰說不追究了 這不是維養畫了 小姐姐 姐姐你吧 之前畫的就能借到 完蛋了 鄭經理一來 我還怎麼裝得下去啊 沈經理啊 你怎麼來呢 當然是來追究你拿了公司的錢 還不辦事 過就過了 不要互念同學感情 耽誤了公司大事了 可我又不是真的文雅畫廊的員工 要是露線了怎麼辦 證據都幫你準備好了 你只需要讓大家相信他真的投了資料 三十萬塊就輕而一舉到手了 是不是真的誰會懷疑 你怎麼會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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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給我三十萬 我就帶著你看 成群委員會 嗯 那手機給你 我這三十萬 就是給你們誰啊 給我 給手機給 臉誰都行 趕緊給了 要不然 明天告訴你吧 等一下 誰啊 張總 您怎麼來了 我不來怎麼知道 一個被開除的員工 還敢用文雅畫廊的討鑫 招搖撞騙 我錯了 我錯了 張總 郭小姐 您答應我大量 請原諒我這一次 怎麼你被被開除了 那不夠阻擋了 哎 幹什麼 什麼 過了髒水 就想走嗎 關心 我們都是老同學了 你去玩弄我這一次吧 但是他 是他讓我來的 是關心自己承認 有透資料給我們雅畫廊 我有說 有透資料嗎 我們兩家 馬上進行合作 我發資料很正常 很想念 關心 我也是誤會了 我是你妹妹 你該不會不原諒我吧 你那麼瞎呀 哎 那你再讓我擺出去 走 讓我接下來 讓你幫忙 我真的要世界上 你喜歡 那你今天接下來 也是 把 restauran 好 哎 哎 你 loving 你要 小心 prevent 跑 但是 Jenn 就 小狗 哦 对了 过几天爷爷寿宴 记得早点到 啊 拿来出来滚开 不好意思 我的狗吓到你了 站住 让你走了吗 你还有什么事吗 顾佳的悠然都这么无礼吗 你和你的狗让我受到的惊吓 现在立马跪下来给我道歉 我可是顾佳的贵子 我的狗是吓到你了 可是我也已经道歉了 让我下跪究竟是谁无礼 我可是顾佳未来的女主人 明泽哥哥的未婚妻 你一个养狗的庸人 你敢跟我 先不论你是不是顾明泽哥的未婚妻 就算是顾佳的女主人 也没有不讲道理的 全是有道理 你信不信 我一句话就认立马滚蛋 你一个庸人 还敢和我讲道理 可笑 我不是下人 也不是你能得罪起的人 今天是爷爷的寿宴 我最要去你不要认识 你一个下人 还想教训我 我不是下人 住手 关心 江城第二大四家 穆家千金 也是你能动手的 穆小姐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之前在舞会上见过 原来 你就是那个在假面舞会上 胖的穿破了高丽礼服的胖妞啊 这个土妞 也是你们官家的女儿嘛 一个半路来认亲的女儿 难怪粗鼠无礼啊 冠心 道歉 非道歉的人是他 冠心 你自己做死 你别连累我们官家 冠心 得罪了木家 就是 京田女士也保不住你 你借她柜子来给我道歉 我就考虑半会 你敢不敢让顾佳的人 出来评评你 你真是不怕死了 你不怕被顾佳赶出去吗 不能闹打 秀业想闹事 你业也饶不了我 怎么 你不是说随时随地 能让我滚出顾佳吗 现在不敢了 算了 改着再到底算账 哎 管家来了 小姐 有什么吩咐 关姐 你和顾佳是什么关系 顾佳有个洋女 难道是她 管家 秀业快开始了吧 赶紧让大家进去了 表姐 是 原来是顾佳的表小姐 最好给我安分点 他就是个贵人 要不了你 顾佳 爷爷 我来了 你皮哪去了 顾佳的岁月你都敢迟到 你又没个子一半文重 我这不是敢去拿顾佳的秀礼了吗 这块清淡的寿山石方章 代表着顾佳的心意 希望顾佳 伏龙高海 秀丙南山 这枚寿山石 寝石张 圆润生趣 难得一见 宣评 你还算有点见识 不知道关家又带了什么寿礼 不会拿着地摊货就来了吧 这梦庭月也是冲着顾明泽来的吧 我不能说 关家 你背了寿礼 要不先看看关家准备的寿礼吧 我听说顾佳喜欢盘核桃 特意寻了这对 鬼旧文王核桃 希望顾佳喜欢 鬼旧核桃 哎呀 这可是太难得了 听说你是星田女士的助理 来参加寿礼也代表着星田画廊 怎么 一份寿礼都出不起啊 清清不管送什么礼物啊 我都喜欢 穆老 你不能因为星田就让他失了礼数呀 别 别闹 这孩子被我闯坏了 别将怪啊 用不着穆小姐操心了 我自然是为爷爷准备要大一点 据我所知 爸爸没给你过什么零花钱 就靠你在星田的那天打工费 你最好不要丢人心 坏了关家的名声 你在陈家也不会好过 鬼鬼睡着说什么呢 该不会说的大话 退陷不了吧 你这是把你们乡下放鞭炮的游戏 拿出来玩了 拿不出礼物也不要自暴自弃呀 胡闹什么 还不退下 小孩就胡闹 我马上把他赶出去 等等等等 我倒很有兴趣啊 这些丫头 到底在玩什么东西 爷爷 你就等着看吧 顾老 你怎么能让他胡闹呢 这里都是贵客 伤了贵客怎么办呀 完全不好的 晴天 要不要帮咱们给周围吗 别放心 大家看好了 好神奇啊 这个抱抱画 星田女士 由于抱抱画 卖出一的高架 这我看了 这画的星志诚东西也不差了 果然是星田女士助理 有两下子 我一直还念小时候的赞水 星期终于把我给还原了 可终于要念香了 爷爷喜欢就好 别以为碰巧寻得一份寿礼 就能攀得上顾家 我爷爷今天和顾老就商量我和明泽的婚事的 你这种不用留了人家 休想家顾家 你们商量婚事 顾少知道吗 当然知道 你这种香巴佬 我还在做白日梦吧 蛤 你去问我 你没事吧 明泽哥哥 不不 顾少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林月啊 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不记得了 啊 我的手链丢了 怎么回事 是前几天刚拍的 科罗兹营手链吗 就是那条 肯定是你刚才跟我争执的是故意偷的 我干嘛要偷你的手链啊 不要污蔑别人 男友们顾家寿宴的都是贵客 没人会做偷窃之事 因为你嫉妒呀 几百万的手链 官家小门小户的 恐怕都没见过 穆小姐 请你慎言 几百万而已 关心要什么没有 再敢伤害关心 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顾少怎么都在恢复关心 不行 不能让这个贱人勾引顾少 顾少 这可恶之心如此贵重 难免有人从乡下回来 没见过什么市民 一时雁风 都中的拿了 也是情无可言 顾小小 你是在说我偷东西吗 关心 把东西拿出 还给孟小姐 赶紧孟小姐 给你孟小姐朋友道歉 我没拿 凭什么道歉 我去 她是你的女儿 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就想对她动手 根本不配为人 关心可是个好姑娘 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你们关家 平时就这么对待找回来的女儿 这孩子从小就不在我身边长大 我也是想管好她 不老 您别生气啊 你今天说你没有头 敢不敢让我收下你的包 随便收完东西是犯法的 我没偷 凭什么意思 关心 既然没偷 那就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香巴老爷敢顶嘴 操约东西的罪名 不信你还能在江城民园圈混下去 关心 真是你偷了呀 你之前还有什么可说的 来人啊 把他送去警察局 放肆 我看你们谁敢动关心 顾上 这都人赃变货了 你怎么还要维护他呢 要不送去警察局也行 你让他跪下来求我 我就放过他 穆提约 你身为世家千金 将使出栽赃 陷害这么卑劣的手段 关心 我抱个歉啊 这事也就过去了 又不损失什么 若是被送进去了 你在星天发狼也会不要扭 快点 我的耐心有信 我的耐心也有信 管家 去掉监控 监控一出 就知道是谁在撒谎 是 你个香巴老 还想麻烦管家 不麻烦 还是查清楚的 不行 监控一看就知道我陷害他了 我要赶紧想个办法 哎 你去哪啊 管家他一会就回来 我去一下洗手间 穆小姐还是等会再离开吧 爷爷 顾老 连你们都不相信我呀 我和关小姐第一次见面 我有什么理由害他呀 看了监控就知道了 我刚查看了 今天监控回修 你也拍到 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乖乖跪下来认错吧 连老天爷都在帮我 我看你还怎么勾一顾手 若有监控 就证明不了我的亲爱了吗 对不起啊 这还不懂事 现在我给救一趟 你放开我 你 你 找死 明哲 你维护一个外人做什么 是他偷走了停月的手链 你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不敢 但是关心绝对没有他东西 我没有动过手链 那上面就不会有我的指纹 关家 去找渐进中心的人过来 查一查去你知道 是 算了 手链都找到了 我就不追究了 你不追究 可我又追究了 你不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是怕你到时候下不了台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 亲者自亲 没做过的事情 我不需要人人 说的好 今天助期的人做 手链就在他手上 除了他没有人动过 你去检查一下 上面有谁的指纹 是 现在请你们配合一下 拆机一下指纹 结果出来了 手链上没有关心小姐的指纹 慕婷月 现在怎么说 我 我 关心那么自信 肯定是慕婷月陷害她 我如果帮了慕婷月 是不是可以联手 搞死关心成千人 我知道了 肯定是 关心和慕小姐 刚才在争执的时候 手链不小心叫进包里了 对对 就是这样 都是他惹是生非 要不是他的狗吓到了我 怎么会有这么多风波 你不要转移话题 行不行 刚才污蔑我 现在要拿狗说实 是那只狗吗 他是我们顾家 双双下最特爱的狗 你确定是他先到你了吗 他是顾家的狗 那为什么他可以摸 你说呢 该死贱 居然和顾家那么熟了 我除掉你 怎么嫁给公少 既然是顾家的狗 那一切都是误会 对了 怎么这么久都不见 顾家的千金出来呀 怎么这么久都不见 顾家的千金出来呀 是啊 都是顾家的千金美丽高贵 我们还想说 精心意识方融呢 这个小丫头啊 比较调皮 要说低调 等司机到了 你们 自然就会自想的 验集已经随着好了 那就去大家都做吧 啊 你来 请 好 在这 官家那些人都敢这样对你 你到底说了多大委屈啊 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他们蹦跋不了几天 投资的切结束已经签了 我不信他这次不再跟他 关正林前两天 还抵押了官市集团的另一半股份 时间差不多了 走 我们再吃飞 关总 你赶紧看一下新闻吧 我发你手机上了 行业资讯 近日 红木市场价格大跌 特别是红木收藏品暴跌八成 专家预判再无回暖可能 顾手 救救我们官市 关总 六十亿 是还不起声 那过两天官市集团 会有新的负责人上任 请照记贷 新龙台马飞又到了 大家过好准备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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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你 这 是 我 是 我笑容 你吃零八怪的东西 你还敢来 关心 我们在一间新总裁 还没看官 本 还把这疯子给我撞出去 看清楚 不就是官市的新总裁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故事集团的千千 这我还嫌一点的 你们说是不是啊 就看来也比较主才 这传了一身不懂哪里租来的衣服 就可以冒充新主才 真是可笑 果然啊 这官室上上下下的风气都弄透了 我今天第一次 就把你们的军事都给看了 它绕开了我们呀 人没本事 可惜倒是不算 好 你等下 果然小姐 我是故事集团的律师 我来接接官室集团的股权掌握书 请签字 林律师 签哪 这土包子怎么可能是新送财 好了 这份股权掌握书签好了 现在官室集团属于关心女士 果然 你是怎么拿到股权的 你给他不要脸 勾引故事 出卖身体 伤风败俗 我想想 用嘴巴给我放干净 要去办公室 来一下 你虽然现在有了官室集团的股份 但管理这么大的公司 不会吗 爸 当时这条可是您的鲜血 您就不怕啪到他手里 对 你又没什么经验 这样 我帮你管理公司 总裁的位置 你还要管理公司 我就是管理公司吗 区区一个官室 怎么办 你以为是过家家呢 不然是集团几百个员工们吃饭呢 你还是把总裁的位置帮你爸爸 是艺术品投资界太多王会长吗 王会长很难邀请到了 是观众邀请到了吗 昨天刚跟王会长的秘书 说了我们官室的困境 想找他老人家帮助官室 没想到吧 他今天真来了 王会长来帮咱们 官室的管理圈 哪里还会被关心抢膨 有段时间没见他老人家了 刚好可以玩了 王会长 深心感谢来到官室 你来到这儿 希望你能帮我们主持风道 哦 轩天亮 这个胡秀女又是暗赞的手段 拿到我们官司集团的股权 你看他 怎么能管理一个公司 这么晚来开始 你给自己借账 赶出去 是啊 这就赶出去 您别拼击 保安 我看谁敢把公司赶出去 你说谁是您图的 师父 王师兄 是关心的师父 师父 今天老人家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我去星天发廊找你 员工说 你搞这儿 说 这有什么性精裁 他们说我管理不好公司 要逼我让路总裁的位置呢 嗯 我的地产地址是星天发廊的四个人 会办法有公司吗 关心 这可是你逼我的 我控告的是我的女儿关心 妄恨复义 请贷了我们官司的股份 我认回了一个白眼狼啊 你说的关心是星天发廊的星天女士吗 对 他隐瞒身份 设下明天陷阱 害得我们官家好苦 官主说您倾家官司股份 是真的吗 隐瞒身份 不是父母本身笑不心 你不怕他不疑吧 不是这样的 世明发廊星天女士是侍女吗 你是个诈骗伯吗 关心 今天你又不把谷还回来 我就从来敲我 我死去被牵我 关心 你已经功成名就了 你放过我们官家好不好 真的要逼死爸爸吗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有你们这种给女儿下药 是非打罵女儿的父母吗 我真的是你欺身的 那当然 关心 把谷奔麻了 就毁爸爸了你 别听他们骗人 领诚顾绍和星天女士的关系不一般 原来是真的 孟家打出消息不是让你顾家联谊 顾少请你回应一下 不好意思我们顾主不接受采访 这是关心 关正宁赵信芬的DNA报告 报告显示没有亲自关系 你们伪造报告 以为你们顾家势力大 就想逼迫我们妥协吗 假的真不了 关心 小贱人去死吧 顾主 哎呀 明子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明子哥 都怪我 当年的事情没有查清 就鲁莽的去扔气 幸好你看到直播即时赶过来 这怎么能怪你呢 哦对了 那个见电影是什么时候做的 关交的态度很可以 前几天刚做的 想不到 怎么会被上门用纸 哎呀 明子哥最好的 要不然这次舆论 会让星天的花囊 有很大的损失 只是 那我的签讯父母到底在哪里呢 哎晓晓哎 碰你呗 王总 我带你 别这样 你爸没照顾你吗 今天都来刺我了 来让我验货 是不是三千了 你怎么能让我嫁给王富冠呢 他都比你老了 他现在还肯要你 现在看谁还打理我们 你不会和幻想价格多名德吧 晓晓啊 这帮总呢 他算你那大了点 可是他哽出三千了的彩礼啊 妈 今天你也要把我卖了 我养了你20 好似好似好似的 我现在去莲名 保持你 背钱活 晚上继续找保守 不听话 我把你还捐了你家 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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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换成 denn 放开我 放开我 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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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关心 关晓晓 想不想毁了关心 为什么 我不喜欢和顾明泽走得太近的女人 你就不怕顾明泽报复你 一个坏狼的负责人而已 顾明泽不可能为了他 放弃整个目前的财产 好 我答应你 明泽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顾明泽报复你 是顾明泽哥的 来 沈处理 明泽哥在你旁边吗 他一直不跟我消息 是不是在忙吗 对 顾总和墨师集团在谈合作 行 那你怎么忙啊 让他和我们的电话 好的 关总 你没事吧 我没有事 故事集团顾明泽 将与牧师千金木亭月 于夏月订婚 顾明泽 居然要订婚了 他居然要订婚了 你要不要先听听顾总的解释啊 我才不要呢 他也不联系我 我也不要理他 小妹妹 心情不好啊 来 哥哥请你们喝酒 走开 小妹妹 把这酒喝了 就快活了 滚 干坡老子 滚 我的小姑奶奶 把你电话不接 好好这喝酒啊 你放开我 我不要你 你放开我 放开 关心这个贱人 天天装这么清高 不还是做了顾明泽的情妇啊 当我把这些照片发给慕婷月 看他怎么被收拾了 只发给慕婷月多可惜啊 多留一份 安心不是有钱吗 到时候 让他拿个五千万花 对 等他被撕下面具 看他还怎么在江城混起来 哎呀可惜喽 身败名列了呀 你好像明泽哥呀 你 明泽哥怎么会来啊 他已经不要我了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快 别哭了 明泽要订婚了 我不要见你 谁跟你说我要订婚了 别乱猜 下午的时候 新婚礼都说了 只要下个月 你和不定月就要订婚了 你走 我不要见你了 我不要见你 我谁 告诉慕氏警察 再发表慕氏言论 取消一切工作 我爱你 再不起床 我就要先被子了 别别别 我 快起来 好了 我查清楚了 慕氏集团会成新的 可是 爷爷不是也希望你们起 那个训练吗 哎 我可全部都交给你了 你可不去来场 我要是上班了 一会儿秘书把衣服送过来 顾明泽的床上功夫如何呀 你想干什么 五千万买个名胜 昕田女士 你该不会舍不得吗 见面了 做回昕田 剧场都不一样了啊 开门见山 你想要干什么 看看 你和顾明泽多亲密啊 牧师刚刚传出和顾世联姻的消息 现在如果传出 昕田当小三 昕田晃朗的名声 还要吗 说吧 你拿这些威胁我 想要多少钱 爽快 你把关家害得这么惨 要五千万 不过分吧 你知道侵犯他人隐私 恐吓勒索 要判多少年吗 你就真不怕我发给媒体吗 把底片全发给我 要是泄露出去 我们法庭上见 别得意我告诉你 把底片全部发给慕田晓朗 把底片全部发给慕田晓朗 让那个贱人去死吧 这是我跟踪拍的 路上和关心酒店开房了 小贱人 一副灰金粉模样 过来啊各位 莫小姐 故事集团发表声明 曾经了与慕师的联姻 口名字啊 她怎么赶 她怎么赶 居然不够两家的合作 你哄一哄那个小贱人 不如这样 我帮你把她约出来 心 去死吧 什么事 你现在很得意吧 拿到官室勾引不少 真是小看你了 人事都不好的话 等一下 我有你父母的消息 想不想知道 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敢来吗 我把地址给你一个小时后见 只有这一次机会 你自己过来 你们是谁 的 那个存货已经上车了 那 哎 贱人 你醒了 很惊讶 你霸占官司集团 害我们家可贵 还被 你这个贱人就被想到 我不会让你 你想干什么 他就要问我们想干什么 狐狸精 你还有脸问 吴迪 我们无言不出 你只要放了我 我可以救我们救 建议都是为你 明泽哥哥因为你 我才是明泽哥哥为我建 他到底是吗 你也说你赶快喝 你冷的一家 我和明泽哥不是你想的两个 我让你死了 明泽哥哥 就是我的了 听我说人间女人 不要一脚病了 你不要干嘛 你闭嘴 官家都是咎由自取 凭什么迁怒他人 都这样 你还装什么 你说 如果我在你一脚小脸上划伤起来 你还会不会有人压呀 你说 如果我在你一脚小脸上划伤起来 你还会不会有人压呀 对 就不让人去给你们编诵了吧 最好眼睛也挖了 手里也割了 我说我 你还会不会有人压你 我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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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就要结仇了 这 还在想我理解 你以为 不少还会让 不认识 你不少了我 我没见他 你不会放过你的 我没有想怎么可能会为了你的情报 我做莫家 而且 你也没有机会搞 准备好了 不过尽所有人都下巴了 没有人会发现那里还有人在 很好 关心 你去那两个路 慢慢自己吧 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帮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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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主 查到了 关警小姐下午被一样进锋车袋了 查 调柔全て所有的力量 否则所有快速路高速路口 一定要找到关心 是 哎哎 顾三你这次干什么 我报警了 都是 干 关心呢 你们把关心藏哪 关心怎么会在这里 我没看到啊 是有冤枉啊 我们真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哎呀干什么哎哎哎哎哎 顾少我们真不知道 妈妈快救我 关心最后一个电话 是哪里关小小的 不知道我不知道 不像你你说不说 小小啊你快说呀 要不然你会害死我们的 小镇你要连续是我和帮帮忙啊 说不说是慕婷愿 是慕婷愿让我把关系决出来的 现在在哪 小白冷酷 走走 人家 关心的下面 关心去哪了 我们离开的时候 人命运在这里面 会不会是慕婷愿 会不会是他们关心战狗啊 小镇 把电话给慕董的帐 够好啊 若是见不到关心 慕婷愿 也别出现在江城啊 这 现在怎么办 什么 好冷 你这个 我好冷 谢谢 别怕 我在呢 你醒了 你会不会哪里不舒服 看着这种 我已经追不到你了 哈哈哈 我的姑奶奶 你真是吓死我了 以后你别自己出门了 我当你保镖 说一下 说一下 那个 关小小已经招了 说是跟慕婷愿一起策画 关小小呢 我已经真心绝水了 至于慕婷愿 不少 怎么说 我当然不会放过他 对了 顾奶奶 你怎么逃出来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 关小 关小 快醒醒 醒醒 所以 他把你送进了医院 就走了 超温 我们出去查一下 星星 你先休息 你一个贱人 还真是命大 你还敢来 你一拿贱命 我杀了你都不怕 更何况 你最好好的躺在这里 你还能抓我呀 不挺愿 不要以为你是慕婿的千金 才可以猥琐愿 你说对了 慕家千金就是可以愿心 捏死你一个小小的画廊 不挺愿 这些人 你妈也要简单 就把顾家报复他 顾家 是不可能 让一个毫无干净人 要顾家费的 顾目联姻 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要干什么 这里到处都是监口 我害人了 别过来 不要杀他 我过来 你放开他 放开他 你敢娶我呀 有些好说 我以为他害他 我以为他害他 这一切都晚了 我已经被慕家出名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都是他害他 这一切都晚了 我已经被慕家出名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都是他害他 不挺愿 你别冲动 你随着话说 你放下刀 我慢慢把水 他一个野丫头 他哪里抿得上我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杀他 你就是我的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听过来 过来 别想 莫婷月 再往前面 你连关心提前都不明 你要是再等上还关心 让我生不如死 不 好不 好不 救你的神秘人 信息现在查不到 这两天你还是不要出门了 他要是要害我的话 又何必救我呢 我算没有看清楚他的脸 但是我对他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你啊你 一点记性都不长 不要把人性想这么好 哎呀 好了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客户吗 都说京城路市很难约到的 可不要浪费这次机会啊 是 这路市集团是行业浓透 这董事长更是神秘 此次来江城 能约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我走了 你乖乖的 嗯 青藏 管家 背车 完全在哪儿 情况是什么�ィff 小刚不是谁 你这是做什么 这里的每一服 我贼嫁就不准 故意不够快 贼嫁为啥 我有个事情啊 一生女士的人 任劫呀 什么下级的手段都做出来 好了 请他们出去 敢做不敢当他们关心 我们看谁敢动他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有话我们可以好好说 敢当小三 还怕不用知道吗 你说清楚 谁是小三 还不承认吗 你也不想想 你各位的男人都可以当你爸了 不准羞耻心都没有 果然是啊 可能是没人养的贱女人 这把我放开进去 我说的不对吗 这是一个被人抛弃的孤儿 才会如此嫁嫁 发现 金城路家 不是你的罪 金城路家 不是故事集团想要合作的对象吗 怕了吧 想不想了 金城路是你准备通过过吗 实际的 竖起那些红妹的手段 我不管你们是谁 随便破了脏手 是不会人 还不认吗 会和我的丈夫手里有你的照片 这下没办法说了吧 那你应该回去让你的照片 希望我的女生 随时可以告诉你 各个朋友 就准这几张照片 就准这几张照片 你只想认定我是小三 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如果你和我的帐篷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他突然来到江城投资 还碰巧 救了 还把你送进了医院 救的是陆先生 装什么武功 我陆记用的挺好啊 是不是就是用这副嘴脸 勾到我帐篷 你们干什么 老啊 你们是死了吗 看这老板被轻松 你还真是不解采了 又出来一个拼 你哪里来的拼 看你外表穿的光鲜亮丽 你随意组织你讲话的 啊 这不是金城路家 怕了吗 小我先生 现在什么阿帽阿狗的 都能撑金城路家了吗 金城路家有你们这种不要脸的吗 啊 插出去 出去 你也放开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 我的姑奶奶 你没事吧 你平常打我打的这么凶 你对他们 你怎么就这么柔弱啊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陆先生救了我 我应该感谢他的 更何况 他们对比关家对我的伤害 跟我算不了什么 倒是你 算是彻底得知他们 我就是个纹固 又不追求事业 不管他是什么家族 反正我又不怕 倒是我 我听说故事 倒是挺想争取跟陆家合作的 希望不会因为这件事 得想着合作 顾总 我过来就行 您怎么还亲自过来等 争取和陆氏集团合作 让故事集团在科技板块上上一个台阶 不断如何 我们都要争取 和他们见面的机会 可我听说 陆董事长 脾气古怪 恐怕很难对付 不妨 顾总 陆董事长有请 请顾总单独过去 陆董事长 在下顾明泽 陆董事长 关于我们公司提的合作方案 不急 先走 顾少 今年几岁啊 平日里都有哪些爱好 今年25岁 平时喜欢一些运动 和老人家三下起 不愧是最上说的好听 这平日里都是吃喝玩的那套吧 平日里工作忙 要是再有一些不健康的爱好 铁打着身体 那顾少陪我的老头子下盘棋 比试比试如何 好啊 戚风冷静 不贪功 不畏缩 果然是人中之老啊 天上呢 好啊 后生可畏啊 顾少 我陆家千金 陪你如何 陆董事长才爱的 陆家千金自然是好的 只是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千亿的投资项目 顾少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若是需要用婚约 来换取投资的话 那只能说很遗憾 不能和陆氏集团合作了 陆董事长 感谢你的接见 你确定不先见一下我的女儿 再做决定吗 小姐和夫人今日去了江城 还去了星田画廊 真是不知悔改 去 把他们找来 是 爸 在江城看到我 有没有很惊喜啊 过两天啊 就是我的生日了 我想和你一起过 你们去找关心了 那个贱人还告状了 你混蛋 爸 你居然为那个贱人打我 门口脏话 哪里还有半点陆家大小姐 该有的教养 陆丰没教养 你找到小三就有教养了吗 你说我找昏欣当小三 不是吗 你为了他把投资都放在了江城 怎么 我该给他让位置了吗 我警告你 如果让我知道你不昏欣 陆丰这个位置 你也就做到他了 爸 你为了一个败人 他不顾我们的改善了吗 你们都给我出去 回京城去 王位说 送他们走 夫人小姐 请 妈 我不甘心 那个贱人怎么就那么重要呀 我在陆家这么多年 什么贱婚我没贱过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 破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那现在怎么办呀 如果我们动手 爸爸不会放过我们的 送一个小人物 还需要我们亲自动手吗 你是说让慕婷也动手 一个已经疯狂的人 突然发疯 杀死自己的仇人 不是很正常 顾总 陆氏的合作 我们真的要放弃了吗 陆家不是来找合作伙伴的 是来找吕婿的 不过 这陆董事长 一天不离开江城 我们就还有机会 文件里有陆家人的调查资料 顾总 那陆家千金 长得还挺美的 您要不考虑一下 再说谁挺美的 当然是你呀 怎么样 和陆氏的集团合作谈商了吗 没成 走了 过几天你生日 带你去挑你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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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桌子拿给我看一下 妈 那见人在那 还真是巧啊 我去打电话通知慕婷月 你去拖住他 好 他手里这个桌子我要了 陆小姐 先来后到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吧 都是集团的金卡 你们是卖给他还是卖给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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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给他吧 这个 龟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这块是冰种粉色 我们店铺的镇店之宝 一个破镯子你就你帮的吧 陆小姐 您今日出来找茶的吗 是啊 算你这种下贱的人 有什么资格来逛逛我大厂的 不可理喻 陆小姐 你别太过分 我是看在陆先生的份上才对你一直容忍 别欺人太深 那你还手啊 你不敢 这里不是金城 容不得你嚣张 小姐 你别砸了 这桌子一千万砸坏了 你要赔偿 我金城陆家大小姐 区区一千万 咋还得砸了呗 一千万一分都不能少 怎么 这店是你的 不止这家店 这整个商场都是我的 哎呦 又是桌子上哪个男人给你的钱呀 一千万而已 我就当呀 施责给他了 陆小姐 这卡冻结了 您看 怎么支付 肯定是这个贱人构状 爸爸才提论我 您看 我看一看 我来 好 关小姐 今日都是误会 小枫不懂事 不过 做人不能太强势 免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得不偿失 贱人 我宰到你了 你吵了我喊得这么大 我去撕 神仙 神仙 你神仙啊 神仙 神仙快 就向所有事 我借理不能最难 顾总 查到了 出事前 不停就入肤里肃 不够 顾银泽就算倾家道财 就讨个公道 关系员老婆收到照片 我们能醒过来 去看她的豆花 星星 你快点醒来 你说你喜欢户外婚礼 我答应你 一定会给你布置得非常浪漫 求求你 快醒过来吧 明泽 星星怎么样 我这么说 你最近 陆家拒绝了陆家的投资 还全力和陆家竞争项目 是的爷爷 我一定会为星星 讨回公道 星星还这么年轻 她一定能醒过来的 公司的事 你处理吧 爷爷老了 只希望你们能快乐 当了这么些年的首付 钱财身份 我早就看淡了 只要星星能早日醒过来 我愿意拿我首付的身份来货 跟我来说 星星才是最主要 走 我带你去见我医生 他会去 能帮到星星 好 陆氏集团最近要竞拍北郊的地块 对手公司欧城集团也在跟进 我们要跟吗 跟 和欧城集团对接 我们全面支持他们开发 一人可以跟 顾总 我们为了和陆氏集团打了一台 已经损失了很多主营业务 陆家千金还在将什么 还在 不过 已经被陆董事长软禁起来了 而且我还听说 陆董事长正在起草一关协议 完了 陆氏集团送来一张请帖 明日将举办 陆氏千金生日晚宴 请顾总务必到场 这陆家千金 不是已经被软禁了吗 这又大饭宴会 是什么意思 明天我会准时出席 我倒要看看 这陆家关心的人 究竟如何安忍无疆 我去一趟医院 明天晚上 我要参加陆氏的晚宴 可能会晚点回来 再给你过生日 将近你不能去 东西让我让你再关心 这是我爸为我办的事 也为什么我不能去 那个穿黑西装的是谁啊 你不知道吗 还是江川首富顾驾少爷顾明泽 你 顾少 你怎么不服人家一把 演技拙劣 粗皮不堪 放肆 被我们陆家看得上 你应该感到荣幸 你是顾峰 没错 我就是京城陆家唯一的千金 陆峰 别以为京城陆家 能护你一辈子 陷害关心的事情 不会善良甘休的 区区以后顾家的掌权人 还敢给我摆脸死 谁在闹事 他推着我一块把他赶出去 不在房中反思 还敢出来闹事 爸你打我 两人 爸 爸你放开我 不是说是为了陆家千金举办的生日宴吗 陆家千金被带下去了 真宴会还怎么办 顾总集团能来 我很高兴啊 陆董事长 不怪罪我会归此抢身衣 顾总重情重义 我自知此事 情有可原 最会计较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顾总留步 等一下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学吗 顾老爷子来了 爷爷怎么没在医院陪星星啊 银子 你也来了 爷爷 你怎么来了 星星一愿在医院 我不放心 我得去陪他 嘿嘿 等一下 你再耐心等等 啊 咖啥 呃 各位 陆某 非常高兴 大家 能来参加我小女的生日宴 借此机会 我要 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 陆氏集团 将由我的女儿来继承 我所有的财产 也将全都留给他 从明天开始 他就是陆氏集团的 新总 现在 有请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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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死 爷爷 来来来 贱人你怎么在这怎么 我没死 那失望了 你这个贱人有什么资格来参加我的生日呀 这是你的生日宴吗 好果不挡蛋 你 你请啊 太好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没事的你在干 你们两个香巴老都给我滚出去 你年轻的 你是我孙女是香巴老 顾舍夫的意思是 关心是顾家低调的养女的 关家当初嫌弃她是乡下的养女 将她赶了出去 现在估计肠子都回清了 什么 这个贱人居然是顾舍夫家的养女 不过我金城陆家也不怕她 今日是陆家的生日宴会 你们两个人在这里抢风头 好意思啊 好 爸 我才是你女儿 你怎么像那个外人啊 死不悔改 下面 有请我的女儿 关心 来切蛋糕 什么 陆董说关心是她的亲生女儿 那陆峰呢 什么 关心居然是你女儿 怎么可能是你女儿 她就是我苦苦找了二十年的亲生女儿 不 不可能 也是我陆志诚唯一承认的 陆氏继承认 当年我跟关心的妈妈走散了 当年关心的妈妈被人孕 独自剩下关心后 就去世了 不过我很庆幸 能来到江城 找到我的女儿 关心 欣欣 欣欣 快整个眼睛看看 我是爸爸呀 关心 你醒了 你是谁呀 我是爸爸呀 幸亏呀 你跟你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我才能认出来 你看 是爸爸 是我 那天 关家的师父我看到了 我就马上飞来江城找你 结果 发现被绑架了 孩子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爸爸 爸爸 谢谢啊 来 切蛋糕 她是你唯一的女儿 那我呢 好 那我就告诉你真相 你是你母亲背叛我生下的孩子 这些年 我念你我不 是你为己出 可你呢 就送我闺女 甚至去伤害他人 两人 把她带走 从今以后 把陆家 再无辞任 错了 爸 我错了 关心 求求你留下我吧 求你了 陆董事长 以前啊 都是误会 都有得罪 请进 当时 我让顾总去见下我的女儿 顾总是如何回答她 当初啊 不知道关心是你的女儿 请你原谅我的莽撞 你要是敢让关心受半点委屈 我会加倍的找回来 你在聊什么呢 我在接受批评 哎呀 爸 你可不能欺负明泽哥 你个臭丫头啊 这么快 这胳膊手就往外拐啊 哈哈 他们感情好啊 咱们做长辈的也就放心了 哎呀 郭老嗯 要不咱们去商量一下 你一个家装 嗯哈哈哈哈 郭老亲 你们聊什么呢 你爸 要给故事投资一千亿 前提是趋路加千金 那你答应了吗 没有 你傻呀答应呀 结婚以后这就是共同财产了 要是故事发达起来 我就想复佛了 爸 你回来了 不是啊 你打包烟灰蛋糕吗 怎么两手空空 你怎么回事啊 啊 让人绣五星卷的工作 就脱剩菜的打包回来吗 你什么都没带回来 我们明天吃什么 你们这些迷虫 是你们害了管呀 郭先生 你干什么 谁会你们有本事的 全然跟着你这盎厌菜的 你们怪我 你们知道关心是顾家首富的养女吗 金城路加家 今日当中阴魂的关心 是他们亲生女儿 你是说 关心是路加的养的女 又是路加的亲生女儿 怎么会 当初我们这么对他 他会不会回来抱过我们 胃掉腰在哪 你们干什么 那想跑 哎 把钱都不让还了 小小 你什么时候欠人家钱了 妈 求我呀 我被骗了 当初那个人说很快就会回本的 谁知道他跑路了 再关心我提 我肯定会还的 敢欠老子钱 你不去找去找你 没钱 就去卖 去跟你的朋友 不配备一起 你们两个贱人 欠老子那么多钱 去店里啊 好好伺候客人 妈 小小 求我 小小 你没想替他还吗 坏人 坏人 坏晓晓 你是坏晓晓 我是坏晓晓 就还不快跪你 哈哈 啊 整天还想着自己是市价千金了 得罪了顾家首付 你还有活路吗 怎么 你也得罪了顾家 不要怕 不要怕 哥哥保护你啊 爱马家当季新款一批 行啊 那高档皮革一批 全球一无款一批 谢谢啊 看看这些包喜不喜欢 要是不喜欢啊 爸爸这给你定 爸 你这也太奢侈了 有什么破费的 京城陆家的大小姐 做得也最好 谢谢爸爸 帮我多收钱 卡地全球限量款 钻石项链一条 海洋追去 蓝宝石项链一条 独鹿手毛一只 谢谢啊 女孩子呢 多喜欢猪宝 爷爷 给你多多的 谢谢爷爷 明子 你给西西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顾总 小姐 这是全国各大甜品店的 招牌蛋糕 刚刚空运过来的 还请您品尝 我最喜欢吃甜品了 谢谢明子哥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一闻到这个味道 就想吐 东西坏了 谢谢啊 现在是想吃酸的 还是辣的呀 陈助理啊 赶紧去收购一家 玉子中心 要最高档的 还有这个 奶粉厂 妙部厂 所有母婴用品厂 我打点吧 让他们盖去看 对对对 还有这个 游乐厂 盖一个最大的 这是谁要去医院的东西吗 是要生小孩了吗 你呀 你呀 这是怀孕了 啊 沈助理啊 赶紧背车 去医院 是 和她爸爸了 我 医生 这孕妇 需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位女士没有怀孕 她只吃坏肚子了 啊 你没有怀孕 两位还年轻 放松点 机会有的是 先生 也要动努力啊 那 我就只能 仅增一种 女人尖背 好帅啊 对啊 她是在团圆吗 哎 玩偶也好可爱 哇 好小女女啊 哈哈哈 来我们看一下看 欣欣 我先下班了 嘿嘿嘿嘿嘿 欣欣先接我的玩偶 那要怎样 欣欣是我的女 那要怎样 她更喜欢我的玩偶 你俩够了啊 这已经是你们本月第37比赛了 欣欣 你愿意嫁给我吗 喂喂喂 不许说你这也太别骗了吧 不过 欣欣 我支持你嫁给她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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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是是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我要你吗 哎 不算不算 再来再来再来 老爷子 你不能这样啊 不能耍他啊 怎么不能呢 这可关乎到 第一个孩子 姓陆还是姓顾 当那得下 七七十九盘 菜准确定 你耍了我不动 来不来 不来就 姓顾了那就 来来来 爷 谢谢 小心点小心点 明子 看你这笨手笨脚的 没事 没事爷 你太夸张了 我这才三个月呢 再说了 你们这一个个的整天不上班 守护民好 不想要了 傻孩子 这钱财 那有下人重要 说的对 现在门卫都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 我可不是外人 路总已经把我收走 刚好儿子 我现在生小就餐 我说的 谁在呢 干爹 杜爷爷 我知道钓鱼有一个好地方 我带你俩去啊 真的 你小子就是会玩 走吧 那这回都不能耍赖了 等待待待待待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呀 只有我了解 这幸福感觉 没人之后 只有一切 能够遇见你人 是你喜欢你 爱上你 感谢我每笔眼泪